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開始囉 我是小飛機 上次站在這邊應該是五年前 就是不要上YouTube 我今天要講一下說 進膠大一點都不難 這個是為什麼的 我是小飛機 大學是東海之工的 我研究所是膠大之工 現在是人在膠大之工系統做服務 我在那邊當助教 但是大多數人對膠大生來的印象 大部分都是說超會讀書跟成績超好 但是我兩個都不是 我成績超爛然後也不太在讀書 這是個證明 這是我成績單 我也不怕很小 因為我在去年的時候 就把成績單放在PTT上面 有興趣可以點一下 裡面還有另外兩張 我成績單是這樣子 勉強低空飛過 那我到底是怎麼進去膠大之工的呢 我是透過這個管道 就是膠大之工資訊所 系統食物組連招 這個很熱熱等 所以它檢測叫做膠大之工定物連招 那報告成績條件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說它原則上是完全不看你的成績了 那定物成績實際上要看什麼 你的特質 只要你熱愛寫call 然後把server當女友再報 欸不要笑啊真的啦 真的是把server當女友啊 然後你報Swoosh跟老頭睡得早的話 然後還要相信那個剛壞是進步的最大的原動力 對因為Jesling是我們的大學長 所以我自覺它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所以就放到這邊 然後你經常啊如果在學校被人家稱作hacker或巨客的話 我們歡迎你來報名 那對啊你們既然大家都來參加costcover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有類似的特質 那講實際一點的那個技能的話 我們這邊會要求ArchNeers啊 然後Dark Git Jenkins VNware Felibus 也後面不練了 對對對 大概這樣這樣這樣 欸 欸 你們以為說全部都會嗎 我上面也有一些我又不太會 對然後 大概是這樣子啦 你就只要精通幾項 然後其他內容 你就可以準備來報考了 然後這是我老闆 就是教教志工針線到教授 對 他就說 他叫我強調一下就是說 就是各位如果熱愛動手實作啊 有作品還有open source contribution的經驗 你就可以來報名啊 這個應該就還蠻容易 就是 就是教授們都會看 看你的那個貢獻 對 然後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要各位這種人進來 但是呢 但是限量是殘酷的呢 所以丁屋連造造成名額 在今年的話是 丁屋的話是名額 就是六個而已 然後務主的話是名額是五個 那報考流程的話 第一個是出事 你就只要繳資料就好 真的很簡單 對 然後複事的話就是當夜溫一個打十個 那是怎樣的 你一個人要PK十個教授 對 對然後大概十個教授會 呃 各種問候你 對大概十到十五分鐘 你會覺得說那十五分鐘 過了跟一個小時差不多 很久 非常久 對然後詳細 詳細的話可以看下面的簡章 呃 正式報名的話 因為快快報名 所以我來特地在這個場子來做宣傳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參考一下 對然後 呃 今天要畢業 對 然後我們全部都 我們非常歡迎你的加入 然後最後 呃 要宣傳一下我 我前陣子辦的一個SDN的社群 SDNDS 只要你對SDNNFB相關技術有興趣的啊 然後或者是對OpenFlow Portacle這個有興趣的 還是Controller Rue Arts Flight等等之類有興趣的人 然後 OpenVSwitch SDNSwitch 我上面忘記寫 還有MiniNet 如果有興趣的人 趕快輸入SDNDS 點TW來加入我們 那其他我都不講了 謝謝